哈喽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们继续为大家说书 现在我们开始讲解冷眼先生的 股票投资正道 这个是一本非常非常重磅的书啊 这本书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出版的 那我们刚刚之前给大家讲解的 30年股票投资心得是2004年出版 然后2018年呢就是出了修订版啊 那这边呢哦终于看到了 冷眼先生其实在1981年呢 还有另外一本书就是股票投资手册 就是我在之前讲的 我忘记了他在哪一年出的那本书 比较难找的回来了 OK but anyway 重点的是从30年股票投资心得那边 开始然后到这个投资正道这本书呢 其实当我开始要重读这本书 为大家做这个录制的时候呢 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尴尬的事情呢 就是原来我在之前 讲解了两个啊 这个冷眼先生的书的一个感慨啊 里面提到的啊游手好闲的爸爸 以及13个月的这个收入呢 哦原来是从这本书里面出来的啊 说陈建老师非常非常的抱歉啊 我的记忆错乱了啊 可想可想而知啊 这本书对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事实上是在这次重新阅读这个 30年股票投资心得跟这个投资正道里面呢 我发现这本书对我就是在最近的这几年的影响 或者说是在领悟方面呢 我对这本书的领悟呢是越来越深的 但是啊 股票投资正道这本书里面呢 它是以这个散文的形式啊 然后呢将它加以区分章节来归类的 那它就不像呢在啊 我们之前的30年股票投资心得里面呢 它就会有一些系统性的方法 ok 说这本书呢是要你自己抓的 但是呢如果你看了30年股票投资心得 有人那本书的基础再来看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一个真的蛮好的进阶的学习来的 那我们之前为大家讲解这个30年股票投资心得 我还是相当满意的部分呢 at least我跟大家传释了这个冷眼方程式 在当时候我看到的跟这么多年后我的这个理解 ok 那那个部分我还是挺满意的啊 那么在这一本书里面呢 冷眼先生我觉得这个令我令我这个非常非常有感觉的 是在第四集这边的就是第四章 因为第四章呢这边呢 它的标题就是坚持投资正道啊 ok 对不起坚持正道投资 所以也就是说这本书点题的部分呢 是在这个第四节第四章 说这个第四章里面呢可以说是 哇 每一篇的文章呢都是有亮点 ok 我选了两个文章呢想跟大家讲讲我的感受的 非常强的感受啊 第一个就是不敢加码就不要买 ok 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记得在Facebook上面呢 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公开直播的时候呢都有讲到的 比如Average Up啊 ok 或者是Average Down 这个在不久前讲过的哈 那我原来也是跟这个书里面的一些观点呢 是有点一脉相承的感觉 就我越看就发现 原来我自己被冷眼先生的这个投资正道 影响的非常非常的深 嗯 又或者说是自从2015年我们松大 呃 酝酿转型 ok 其实松大转型呢 呃 我们在教学方面或者在自己本身做股票这个方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跟循着冷眼先生指出的这个正道的方向呢 我们大胆的向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呃 我们也大胆的放下了以前一些呃 呃 我们曾经觉得放不下的东西 那这几年走下来的话呢 我个人的那个做股票的感觉呢 是的确舒服了很多的 所以呢 呃 现在我在Facebook的直播还有YouTube channel上面呢 一直跟大家讲这个 呃 也是强调投资正道呢 也是强调这个基本分析呢 价值投资呢 呃 真的我非常感恩 马股的股坛里面有冷眼先生这样子的一个前辈了 ok 那么刚刚说了 我们要讲一讲的这个不敢加码就不要买 第二呢就是这边的刺手捉利剑啊 ok so 刺手空拳捉利剑 catch the falling knife 这个东西呢也是呃 会有蛮多的这个引起投资者 这个斟酌的地方或者说是争议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来谈谈这两个东西 那其实呢因为冷眼先生呢他下一本书就是正道这一本书之后呢就是孙子兵法用在股市里面 所以呢我就发现了这本书啊 投资正道里面呢有了很多的古文在里面啊 可能冷眼先生那一个时候呢已经呢酝酿着啊下一本书了 他就跟之前的那个啊三十年股票投资心得呢啊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三十年股票投资心得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马来西亚人我们听得懂的比较雷面的话 当然这本书里面也有但是古文就多了一点了 那么这本书里面还有因为他强调这么大 然后他强调了很多在呃被动收入股息方面的创造 那这个东西呢呃我可能要在第二讲再跟大家讨论 因为这个股息的方面呢原来我也在直播上面呢跟大家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了 so 哎还是那一个这本书对我影响真的很大 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同学们呢呃有了一定的这个股票的经验之后啊 尤其是那些曾经迷失过的朋友 我看这本书能够让你重新回到这个上面 ok so 这个是真心话来我们来看看啊 不敢加码就别买这个书里面讲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呃两个不敢买啊 就每次抱怨呢你买了这个股票跌下来之后呢怎么办要不要卡罗斯 大家就只想着卡罗斯就不敢随便加注 但有很多人呢是被迫加注的他是不舍得 然后将自己搭进去的那种就没有基本面的那种 他不知道这个公司有没有基本面他只知道呃我越低越买的话终有一天不得到他回来 那这个东西是不行的一定要在前面的那个这个公司到底生意行不行 真的是有没有机会回来你有没有想法先 如果你没有想法的话你还是最好不要加注了 ok 第二个呢就是呃很多人也是讲这个股票剩得这么凶啊 我当时候只是买了一点点我买的不够多了 早知道我剩下去了啊 ok 那这个东西呢我想到的哈 其实跟我们分批买入分批的建仓呢是有关系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在最底部的时候一买就中或者是这个股票一买就涨 ok 很多时候是不可能的 往往我们在做一些股票的买入动作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呢我们要分几个位置来买入 来争取一个平均价格或者在低的范围里面买到的 ok 当然如果你的股票是买了之后他有基本面的他在跌你可以趁低加注了 啊那这一个呢是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容易做到 ok 升上去的你要够胆再买的话呢那个反而比较难哦 因为大家觉得我低呃跌下来我再买我舒服因为我买的成本低嘛 但是我要越买越高的成本的话很多人愿意 那冷眼先生在这边呢就有讲到的 我给大家讲一讲巴菲特经常讲的一句话 就如果一个股票你不打算持有他五年啊 你就一刻钟都不要持有他或者不要买他对不对 呃 冷眼先生这边有讲到的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十年之后见真章 ok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买这个股票投资这个公司的时候 你是心中有数他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大概会变什么样子 就你投资一个生意如果他五年后会比现在更糟糕的 那你做么现在要投资多数都是在投机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公司三年后会更好五年后会更好 十年后会更大更强的利润派息更丰厚的话 那其实你买了他三个月之后他涨上去10% 你加注他是完全符合基本这个基本分析 完全符合基本面的哦 so这个是呃我也是有时候敲回就是重新敲一下自己的头 是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做股票啊投资的时候 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公司未来的订单可能还不止现在这样子 还可能会再增加那这种时候我们看到股价上升了 是不应该抗拒这个加注买入因为你看到成本价涨了 ok 我们应该要对这个公司能就是你能不能够继续加注保持开放态度 and 之后再重重看他有没有机会回调下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趁在就我不鼓励大家在过热的时候 哇升到百分之后报纸的灯头条的时候你去买他 但如果一个公司的生意你说他可以三年五年十年 这样子的持续越来越好的话 那他中间总会有调整的位置的总会有调整的位置 总会有回调的时候回调的时候可能就是买入的机会 ok and 当然冷眼先生也讲到的 有时候一些坏消息产生的时候也往往是你趁低买入好公司的机会 就是有些一次性的坏消息出现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是我会有感觉就是最近发生的 最近刚刚这个三月头的一个星期里面发生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银行马来西亚我们这边有一个银行 因为他牵涉到这个1MDB一码公司的那个丑闻吧对吧 然后呢他就好像要中罚款 然后股价呢就暂停了交易两天 然后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就股价就马上掉下来 那刚好啊在我重新看这个书的就想到这个部分 在为大家准备这个这个讲书的时候呢就遇到这个案例 那原本我没有想到讲这个案例 因为我怕大家误会陈建老师在给大家什么暗示 其实是刚好在同一天这个股票他复牌之后 他是首先大跌 然后在当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我们自己松大的学员呢 啊就来跟我分享他的这个想法哦 OK啦同学们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大家知道我在讲哪一个股票的了啊 A字开头的对吗啊 A字开头的那个银行 那么这个股票呢在公布了业绩2月26号公布了业绩周呢 他其实是停牌了 然后重新复牌呢是3月3号 所以3月3号呢他一开始呢是从之前的 停牌之前的3163块1毛6呢直接就跌到2块60多 OK也就说他一跌就跌了超过10% 然后当天他就开始回升 那么现在是3月5号啊 他还没有到5点钟收市的这个情况 那我在这个两天前 刚好就说我的一个学员就跟我讲 呃这种情况 他会有兴趣去参与 他说他也是讲了一句跟冷眼先生讲的那个话 非常非常像的 我们的这个学生也是讲到的 如果如果是参与M-Bank的这个股票啊 就是说如果要趁低买入M-Bank的这个股票的话呢 就是今年2021年12月31号 再论英雄再论胜负 也就说你买了就不要理他 你看他到年尾的时候会怎么样 OK so 冷眼先生也是这样子讲到的 在一些好的公司对吗 10年后他会怎么样 20年后他会怎么样的 说有时候你买了你明知道你以后是对的 OK这个公司的生意的发展行业的发展 就是向越来越好的那个方向去的 那其实你中间可以忽略掉那些过动 当你买的足够便宜的时候 说这个就是趁低加注的一个非常好玩的 我觉得挺新鲜的案例 希望对我的这个讲书的视频呢 同学们能够更有这个实力的感觉了 实际励址的感觉 还有呢另外就是空手接利刃 利剑 Don't catch the falling knife 在就不要接掉下来的飞刀 在整个股市的投资者都觉得这句话 是对的是真理对不对 但我其实越从价值投资的角度去想 又或者是从我们上一本书 这个30年股票投资心得里面讲到的 那个冷眼方程是他有反向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反向投资者的话 那你到底要信奉 Don't catch the falling knife这句话 还是against这句话呢 这个是一个困扰了我自己蛮久的 这个叫做卡住我的地方来的 一个两蓝的地方 因为以前我对于图表分析 我对于趋势的判断很熟悉了 对吧那我也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 忠于趋势型分析的投资者 所以我们是应该 这个follow the trend呢 还是勇敢的去趁低 买入反向投资接掉下来的飞刀呢 所以这个东西我好几年都想不明白 现在来讲OK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呢是会在好的公司 基本面已经在那边 有了基本面生意的理解的前提条件 当然如果还有盈利增长的这个把握的话 他股价掉下来 我会是那个大胆去接飞刀的人 OK这个是我自己这几年的最大变化 以前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势头不对掉下来 我就哇一有转弯什么的 我就马上cut loss 或者马上离场 啊场外观望线 那其实我以前这样子做呢 错过了好多 以前我们讲的洗盘的位置 对吗 炸一炸下来 下一下你下跑你 然后之后扶摇直上 一扶摇直上我又不敢买了 我觉得很多投资者可能会 吃过像我这样子的类似的亏 如果有共鸣 也像陈建老师以前这样子的 吃过这种亏的 很多走机走宝的机会的 同学们一定要啊 点赞 还有这个分享 或者在留言区那边 写一写你们的那个感受 你同不同意 冷眼先生讲到的这个 Don't catch the falling knife 其实是一句有斟酌的 就是值得我们斟酌的话 又或者讲的白一点 价值投资者 或者反向投资者的话 你是应该在某些情况底下 大胆的against 跟那个不要接飞刀 倒反来 所以冷眼先生才会讲 吃手接利剑 嗯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满高兴我自己也开始了 这种习惯性的这个操作啊 我再讲一次陈建老师的这个最大的心得 就是在一些有基本面的公司 行业的前景明确 公司的生意的这个业绩增长 我们也是有把握的 这个是基本面的分析来的 跟什么技术走势的没关系 反而在这种基本面的条件有了之后 它出现了突如其来的大跌啊 可能是大事不好造成的 可能是市场投资者对这个股票的套利 或者有人真的是被迫cut loss 你不知道的吗 有时候股市里面有些投资者 他中margin quote了对吗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作为价值投资者 反向投资者 那就应该去 大胆的接到 OK and of course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分批去接 那就会更加的棒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对冷眼先生 股票投资正道的第一部分的这个讲解 也喜欢我们的这个讲解的话呢 当然就是点赞跟分享呢 踊跃在我们下方的留言区呢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那我再跟大家准备第二讲 关于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 Dividend的部分 好吗 谢谢各位同学 拜拜